你见过这样无理取闹的选手吗? 比赛打不过就去裁判席提出无理要求。 最后干脆站着不动拖延时间, 王曼玉彻底被激怒, 直接死比林送瑞典大姐回老家。 让我们一起回顾下休斯顿式拼赛女单第三轮比赛, 国拼女将王曼玉对战瑞典女将琳达。 自全运会以来王曼玉就仿佛开挂一般在比赛中所向披靡, 也成为国拼界又一个大魔王。 而这位瑞典选手也是实力超强, 她最善用的就是销球打法,跟其他选手打法大有不同,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难缠的选手。 比赛开始双方对拉中显得平淡而又枯燥, 两人比分交替上升,不过并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。 琳达凭借刁钻的打法,率先取得九比七的领先, 不过好景不长,由于琳达的不断失误, 王曼玉抓住机会直接拉平比分九比九。 关键时刻王曼玉成胜追击, 以12比10拿下首局开门红。 第二局对方改变战术打法, 显然王曼玉有些不适应, 但她依然保持着强大的进攻和防守, 不过琳达的防守反击也不甘示弱, 两人不断对拉, 最终王曼玉拿到6比2的领先, 但赢得也十分不容易。 随后王曼玉以10比4率先来到局点, 虽然琳达奋力挽回两个局点, 但也于事无补, 王曼玉最终以11比6拿下第二局。 第三局,王曼玉逐渐摸清对手打法套路, 他打得十分稳重, 关键时刻,王曼玉突然爆发, 这也让琳达毫无招架之力。 最终王曼玉以11比8拿下第三局, 大比分3比0几乎大局已定。 第四局开始, 琳达的体力逐渐下降, 防守失误不断出现, 毕竟王曼玉的打法比较激进十分暴力, 很快琳达的逐渐体力消耗, 脸上也泛起红韵。 暂停休息回来后, 两人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打, 琳达的销球速度减慢, 仿佛被时光控制一般。 这一回合结束, 琳达向裁判提出申诉, 表明对面的灯光刺眼, 影响到她的发挥。 琳达在一旁掐腰等待裁判的处理, 王曼玉站在原地思考人生。 随后琳达站在原地不动开始拖延时间, 王曼玉显得无聊四处走动, 此时王曼玉的内心已经展现出不耐烦的表现, 最后裁判也顺从琳达的提议关掉了闪光灯。 经过漫长的等待, 王曼玉已经被彻底激怒, 她连续爆发, 丝毫不给对手反抗的机会, 最终以11比2狂虐对手, 大笔分4比0横扫瑞典大姐。